在美国纽约的罗彻斯特 跨年夜的当天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 当时有一辆装满爆裂物的汽车冲进了人群 造成了至少两死酒伤 而嫌犯在送医之后也宣告不治 画面上看到的是汽车冒出了熊熊的大火 而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当时有一辆休旅车冲向人群 路上的行人也纷纷闪避 不过最后这辆车撞上了另外一辆休旅车 接着就引发爆炸 而休旅车内的两个人是当场身亡 另外还有至少九个人受伤 因为这个肇事的汽车里面有许多的瓦斯罐 所以现在警方初步是朝着恐怖攻击的方向来调查 而且在嫌犯入住的旅馆里面发现了他的日记 研判这是一场预谋犯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